另外我們要來看 台北市有公車到車頭 頂著了的補四點外的時候 有一個中連路線 一旦孝孝孝把車塞到信義區的中暫在休息的時候 看到這個車門不關 而且收拾也不配 全把這個公車塞給走 但到司機準備要來出車的時候才知道原來公車已經讓人淘汰 這個雜誌說確實是有疏忽 所以會加強夠用 如果警方不前邀哥在查 台北市公文處也回應說 會討論跟要照顧路線 來把雜誌開發 這台公車到外都沒辦法 路順順的晒 不過到公車牌子 所有都沒在停的 後來這台塞車的十五人 都向向路車 把車留在大路的 原來它根本就不是公車的事機 這台車在四點五十九分的時候 就被開出去 然後在五點二十分的時候斷訊 車身卡到這個彎道上面 那可能它技術跟經驗是不足 所以它沒辦法排除這個狀況 所以它就汽車逃逸 公車旁邊就做一走 原來這台車是頭下的 這個涉案像歐山的父親人 日三會保四點外 讓司機把車開轉去中斬 發生所事無背 警察就把公車塞走 為客運上這站 沿路才不用兩公里 才跟南港就把車撞下 剛才表示 那天看到這個女生在站台 落落車 又跟人家祝福 不過這個公車輸起的行為也有所適 會跟公交友 討論是不會出分 該失切公車經GPS定位 以由客運公司自行巡迴 車內外上查無其他採損情勢 全案經擴大掉熱監視器畫面 以掌握犯險身分 警方接著通報做調查 所長這個四十歲生老的女生 有車頭頂頂的前科 等在順順查接 這車頭最嚴重 不過台北第一次出現公車去用頭塞去 公文廠沒拜託給客運的業者裁判 等到那個警方釐清 就是他那個偷竊的人到底是誰 那後面我們再來看看 是不是要救他們 為山進人車保管的責任的部分 公文廠已經要求入職 車的收費就要保管得好洗 通報測試以行政既得為主 後來會再討論是要救收費的行為 以公路法發九千塊的法環 繼續討論是要保管得好